根据美国探索频道节目留言终结者 关于破解此留言的一集内容中的调查 则有高达20%的美国公民病故 相信美国人曾经登入过月球仪式 阿波罗登月计划阴谋论 在NASA2009年夏天迎来 阿波罗11号 飞船载人登月40周年纪念日之际 关于阿波罗11号 载人登月纯属骗局的阴谋论也越来越甚遭沉上 据悉 相信阿波罗11号登月事件纯属弥天大谎的 美国人的比例已从1979年的 6%猛增到了现在的22%以上 最令人震惊的是 连一名曾经参与设计阿波罗飞船火箭的前 工程师和一名前NASA太空人 都相信美国人并未登上过月球 阴谋论者相信 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踏足月球的画面 是在美国内华达沙漠中某个军事禁区中拍摄的 而缓缓注录的登月车则是像 一个电影拍摄棚中的一个道具 被几根钢程慢慢垂掉到沙漠地面上的 上一个视频说明了四个疑点 第五个疑点如下 疑点五 所有登月照片都看不到一颗星星 据悉 NASA的登月照片还有第五个疑点 那就是没有一张照片拍摄到清晰的星空 NASA登月照片中的星空全都是漆黑一片 看不到一颗星星 针对这一现象 NASA解释称这又是另一个独特的月球现象 因为太阳光非常明亮 并且月球表面具有高反射性 所以天空的星星就显得非常暗淡 所以照相机根本无法拍摄到它们 为什么会有人对美国登上月球而表示怀疑 片局五大动机 第一个动机 因为自甘纳迪1961年 军部美国人要首先登上月球后 美苏太空争霸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美国人一心想在太空近载中击败前苏联 第二个动机 在1969年夏天 前苏联只差一个月就要发射自己的载人登月飞船 当时美国政府正陷入越战泥潭 并面临国人的抗议潮 美国政府炮制阿波罗11号登月骗局 就可以转移美国人的注意力 第三个动机 1969年的登月科技仍然非常原始 阿波罗登月计划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和现在的家庭电脑相比 堪称是小儿科 如今汽车使用的卫星导航系统 也远比引导阿波罗飞船飞往25万 英里歪的月球的导航设备先进复杂许多倍 阴谋论者相信 载人登月远非那么简单 即使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几年前 雄心勃勃地宣布美国人要重返月球 但他却被NASA告知 NASA至少需要11年时间 才能重新实践载人登月的计划 而在科技远比现在落后的上世纪60年代 NASA根本不可能成功载人登月 所以只能伪造登月 第四个动机 NASA当时总共获得了 400亿美元的国家预算 它必须做一些事情让人们相信 这些钱并没有白花 第五个动机 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的载人登月进展 失败显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太空人称骗局 弥天大谎 让美国NASA深感困重的事 不仅至少22%的美国人相信 NASA登月是个弥天大谎 别一名曾经参与过射击阿波罗 飞船火箭的前工程师比尔凯辛也相信 登月第一人阿摩斯特朗踏足月球 的画面是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拍摄的 事实上 比尔凯辛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 就怀疑美国人是否真的登上月球了 凯辛说 当我从电视上看到人类登月场景时 我就成了一个怀疑论者 整个登月过程在我看起来都像是伪造的 你们造假也要造出来 凯辛对登月车降落月球的画面最为困惑 他看起来没有发出任何引擎噪音 凯辛称 登月车注录的场面 看起来就好像是电影拍摄棚中的一个 道具被几根钢绳慢慢垂掉注录似的 凯辛说 将人类送上月球燃 后将它们安全带回地球的几率 大约只有0.0017% 换句话说 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的观点是 NASA当时可能被政府告知 如果你们无法做到这一点 你们造假也要造出来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